第166集 城墙外,那些妇妇和贵妇们还在,便是跟着郑鱼前来的几个贵女,也有两个呆在那里。 看到张琪走过来,她们围了上来。 兰丽王妃,情况如何? 此时此刻,张琪这个角色美人的诱惑都比不上性命的威胁了。 因此,她们一围上来,便是积极地询问着。 张琪自是知道她们想要问什么,她摇头道。 密密麻麻都是周人的帐篷。 对上一众脸色煞白,因幻想破灭而惶恐不已的妇护和贵妇,张琪又说道。 诸位,我们只能背水一战了。 不理会失魂落魄的众人,张琪上了马车。 当天下午,张琪一直沉浸在琴声中。 傍晚时,一辆马车驶入酒楼。 只见一个太监走过来,朝着张琪说道。 皇后娘娘有请? 是。 张琪带上诚实等护卫,走向胡皇后所在的别院。 胡皇后这人喜欢热闹,如上次一样,别院中有不少贵妇贵女来来往往。 张琪走近时,正好看到张琪在一旁替胡皇后斟酒倒茶。 众女看到张琪过来,先是静了静。 不一会儿,几个贵妇围上来,客气地道。 兰陵王妃来了,来,我领你去见过皇后娘娘。 另一个贵妇则笑道。 兰陵王妃胆气过人,连那些丈夫也佩服呢。 看到张琪走近,胡皇后一手推开正鱼奉上来的酒水,站起来笑呵呵地道。 阿琪来了,过来这里,于本宫啊,好好地说会儿话。 不但客气,简直是罕有的亲近。 一时之间,便是心里有数的众位贵妇也是目瞪口呆。 这时,胡皇后走到几旁,亲自给张琪争了一盅酒,然后亲密地送到张琪的手里,叹口气道。 听说,你上午时去了城墙上,来,喝盅酒啊,压压惊。 不是这样的,郑鱼清白着脸,明明她回来时跟胡皇后说了又说,都在轩染那个必降亡和的无礼,还有那张琪的幸灾乐祸,不把皇后放在眼中的得意。 可怎么皇后娘娘对张琪竟是一点也不生气? 胡皇后并不是一个有诚服的人,她这亲近的态度可绝不是装模作样。 张琪恭敬地接过酒中,小小地抿了一口,把城墙上看到的情景说了一遍。 她不能不说,这些贵妇聚在一起,与其来说是看胡皇后,不如说是想着能不能逃出城去。 也只有真正到了无路可退时,他们才会把自家的护卫拿出来,而胡皇后也才会站出来, 鼓动全城人,背水一站。 果然,张琪的声音一落,众贵妇先是一惊,转眼昏得昏去,抹得抹泪,连胡皇后也是。 她呆若目击地扎了一会儿,颤声问道。 那……那他们是不是要发动工程了? 发动工程硬是不会。 几乎是这个下意识地回答一出,张琪便惊醒过来。 是了是了,周人不会发动工程,他们是通过铸土山挖地道来攻打洛阳,他们压根就不打算在工程站中耗损乙方的军力,而是采用这等按袭的手段。 记忆一出,张琪心神大定,这时胡皇后在六神无主地问道。 这可怎么好,这……这可怎么好呢? 听到胡皇后惊慌的问话,张琪轻声道。 娘娘,如今慌乱已是无用。 娘娘身份不同,洛阳城不被攻破也罢,一旦攻破,周人定然不会放过娘娘。 到了此时,娘娘只能站坐起来,鼓动全城赋牢,以抗周兵。 胡皇后惊然没了主意,她频频点头道。 是,是,阿琪你说得很是啊。 听着她唯唯诺诺的语气,看着胡皇后看向张琪目光中亲近带着依赖的眼神。 郑鱼的脸色刷得变得铁青如灰。 而这时,张琪已没有心情留下,她和胡皇后说了几句话后,便匆匆告退。 一回酒楼,她便把众护尉叫了过来。 招来众护尉,张琪直接问道。 走,我们去见洛阳王。 她本以为众人还会问她为何而去,没有想到她的声音一落,诚实等人便凛然应道。 是。 竟是毫不迟疑。 她哪里知道,这阵子她络绎表现出来的镇定自若,还有言出必重,以让众护尉对她尊敬有加。 在这个时代,一个妇人能偶尔道中一两件大事便是可以记入史书的,何况张琪道中的还不止两件。 在众护尉的簇拥下,张琪见过洛阳王高琪。 高琪早就听过蓝陵王妃张氏绝色倾城,可直到此刻才得一件。 不过,美人是美,没命享受也是空谈。 看到张琪,她只是一正,便劈头问道。 兰陵王妃,您何事找我? 张琪服了服,妾刚才私得一事。 周人一直都有统一天下的野心。 听到一个美墨娇弱的妇人说起这等人人皆知的废话,高琪促起了眉。 要不是听美人说话是一种享受,她都要喝马出声了。 而这时,张琪还在继续说道。 如今,周人发十万精锐为我洛阳。 君以为,若是攻克洛阳等雄城,那十万精锐还能剩下多少? 所谓实则为之,纵使周人足有十万雄兵,纵使洛阳城内兵力不过数千。 可真正要实打实地攻破洛阳这样的城池,那十万人少说也得损失一半。 高琪听出了一些东西,她轻身向前盯着张琪问道。 那兰陵王妃以为? 张琪认真地说道。 妾以为,当防着他们筑土山,挖地道。 洛阳王却是一笑,她摇头道。 兰陵王妃,你实在过滤了,不管是筑土山还是挖地道,都是大费功夫之举。 我们的援兵马上就可以赶到,他们哪敢如此浪费时日。 她的声音一落,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紧接着,一个君族在外面朗声叫道。 禀君王,周族在城外堆起一个个土包,此时想筑起土山来攻克洛阳。 什么?洛阳王站起来,他瞪大双眼看了张琪一眼,急喝道。 再去查探,是。 那君族一离去,洛阳王已转向张琪,他朝着张琪行了一礼,慎重地说道。 来陵王妃,我们且去城上一关,如何? 却是客气了许多,张琪扶了扶,跟在他的身后,向城墙上走去。 来到城墙上,只见无数州人,已挖起一堆堆的土,正向城门下送来。 看到他们忙碌的身影,洛阳王脸色一白,难难地倒。 难道说,他们已经组了我们的援兵前来之路? 不对,不可能,那是断断不可能啊。 他的声音一落,便听张琪说道。 斩断河阳路,遏制我等旧兵前来,并不是难事。 数万士族同时挖路,再与巨石相组,不过数日之功罢了。 这一次,他的声音一落,四下再无声息。 城市等人齐刷刷地看向张琪,竟是惊疑不定地想到。 难道说王妃的军事之才,不在郡王之下? 而洛阳王则是倒抽一口气,脸色难看无比。 若是被周人四面封锁,没有援兵赶来,光是困,也可以把洛阳城困死。 白着脸寻思一会儿,洛阳王一挥手,撕声吼道。 传令下去,密切注意地面动静,防止周人从地道入城。 是! 着急剑手,不可让周人堆起土包。 他们要填,用他们的尸体填。 是! 连下了几个命令后,他转向张琪,朝他伸身一击,沉声道。 王妃智慧过人,若有所得,尽可前来。 齐之手下,断断不会阻拦。 洛阳王过狱了。 张琪扶了扶,领着众护尾提步下了城墙。 目送着张琪离开的身影,洛阳王向左右叹道。 怪不得,以高长公郡王之尊,宁可与正氏一族闹番,也要娶此父为妻呀。 美貌如此,聪慧如此,世间能有几人。 因洛阳王的这个命令,以及胡皇后的权力推崇,张琪在洛阳的地位水涨船高。 不管走到何处,都是通行无阻。 若有命令,也是无人敢不遵守的。 郑鱼万万没有想到,不过一个转眼,张琪在洛阳城中便有了这么高的地位。 现在的她,只怕一个令下,便可以让人把身为贵女的自己射出一个个窟窿。 她万万想不到。 哭坐在房中,郑鱼咬着唇,脸色发青地看着黑暗的天空中。 自从那个妇人出现后,她的世界便如这黑夜,从此没了阳光。 垂着眼,郑鱼只觉得那怨恨让她的心都搅着疼了起来。 特别是听到众人说起洛阳王的那个评语,郑鱼只觉得这黑暗中闪光的星光,是无数双嘲笑自己,不懈自己的目光。 原本世人提起她时,多是同情和叹息,有的甚至义愤填膺,对蓝陵王都痛恨起来。 这阵子,要不是利用这些人对她的同情,她也回不到贵女圈里,得不到胡皇后的看重。 可哪里知道,这洛阳一被围伤,不过两三天的功夫,那些眼光都变了。 只怕这洛阳王的评语一流传出去,这天下虽大,都无她正式的立足之地了。 越是寻思,那怨愤痛恨就越是堆积如山,只令得郑鱼都喘不过气来。 咬牙怯齿了一会儿,郑鱼突然双眼一亮,站了起来,转过头,她低声唤道。 陈奥,见那一下。 是。 一个中年妇人走进来。 啊,你去找杨公公,借一支信鸽来用用。 借信鸽?女郎这是想向夜城和晋阳求援吗? 陈奥虽然觉得这求援信多半不管作用,不过还是去了一趟,不一会儿她便拿回了一支信鸽。 郑鱼使开陈奥,在一张纸箔上写了两行字。 禀蓝陵王,胡皇后和王妃陷困于洛阳城中,县城中被周人为首,逃脱不得,望君速来。 写完后,他把纸箔捆在信鸽的脚上,放飞了它。 看着那越去越远的白点,陈奥突然道。 女郎,奴想起来了,现在外头都是周人,这信鸽飞不出去呀,现在放出去,肯定会被周人设下来的。 就是让他飞不出去,那纸箔可就是给周人看的。 郑鱼心中冷笑一声,只是表情却是一呆,转眼,他抱着一线希望说道。 哼,说不定,说不定周人以为我等求救也是无用,懒得理会他呢。 这话有理,那陈奥也只是个普通妇人,想了想便把这事丢到脑后,只是那信鸽很快飞出了城墙。 正如郑鱼所料,转眼间,他便被一个周族用剑给射了下来。 射下信鸽,那周族看了一眼纸条,转身朝帐篷中跑去。 不一会儿,那纸条便转到了周国雍中宫王雄的手里。 翻看着手中的纸条,王雄冷哼一声道。 不过两个妇孺得了何用? 倒是站在他身边的一个亲卫瞟了一眼,皱眉道。 这么看来,这次我们会直面高长弓了? 这一次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攻击洛阳,一路接应突厥,与他们在北方对其形成攻击之时。 那蓝陵王在五威一战中打得突厥落花流水,立下赫赫功名,原本以为他会往北的。 现在看来,他定然是前往洛阳救援了。 王雄被他提醒,点头道。 有理有理,速把此事转给大中宰。 两人刚商量到这里,只听得一阵缓慢而有力的叫不声传来,同时传来的还有一个清雅的男子声音。 两位发现了什么,要转给大中宰? 声音一落,一个俊秀的青年走了进来。 见到是他,王雄哈哈一笑道。 哈哈哈哈,苏维你小子也来了,刚才结获了一只信鸽呢。 哦? 苏维俊秀的脸上挡开了一个笑容,他提步上前,信手拿起纸波。 只是一眼,他便一震,转眼笑了开来。 哦,原来高湛那小子的皇后也在这里。 嗯,不错不错。 慢慢地,他把那纸条塞入怀里道。 我把这个交给大中宰去。 寒暄几句后,苏维大步走出王雄的率账, 来到宇文户的帐篷里,把那纸条转给他看了一眼。 苏维带着几十个君族策马冲进了军营。 他来到了洛阳城下。 仰着头,望着面前这座高大雄伟的城墙, 苏维的身影凝结如山,一动不动。 看到他发呆,一个心识的碧将笑道。 苏家郎君在看什么? 他吹了一声口哨,嘻嘻笑道。 看你这痴痴呆呆的模样,难不成里面还有什么义中人? 义中人? 苏维温文地笑道。 是啊,那里面可有我的卫过门的娘子。 卫过门的娘子? 曾经有那么久那么久的一段时间, 他都以为阿琪才是他卫过门的娘子。 他坐在书房里,经常读着读着书,便会由衷地一笑, 只觉得心中荡漾着无穷无尽的欢喜和期待。 可惜,从来好梦容易醒。 不知不觉中,苏维红了眼眶, 这时另一个校尉笑了起来。 苏家郎君就喜欢胡吹大气, 你卫过门的妻子分明就是新兴公主, 这洛阳城中哪里会有? 哦,原来是这样啊, 好你个苏维,竟敢糊弄我等。 呵呵呵呵呵,等破了洛阳城, 苏郎想找几个义中人,便可以有几个义中人。 不错不错, 这洛阳作为齐国大城, 里面的美人可是不少, 等破了城,苏君你多挑几个便是。 大笑声中,苏维慢慢地眯紧了唇。 与所有的周人一样, 苏维对这一次伐齐之战信心十足, 毕竟齐国军力本来就比不上周国, 现在阳中和突厥在北方牵制齐人, 他们这里又有十万精锐, 可以说攻克洛阳只是时日问题而已。 还有那高长弓, 他虽然英雄了得, 奈何高战昏溃, 上一次便把高长弓苦苦训练出来的五万骑兵一号而空, 可以说高长弓能用之足不过数百, 以数百对上数万雄兵, 他高长弓便有通天之能, 也难以幸免。 如果高长弓死在芒山社围的达西武达宫宇文树齐宫手里, 那么阿启他? 苏维的心突然砰砰地跳得飞快起来, 慢慢垂下眸, 他温柔地说道, 嗯, 不错, 等到城破之时, 我就可以赢回我的一种人了。 没有想到苏维也会复合他们的笑脑, 众人先是一正, 转眼哈哈大笑起来。